小雞母雞一起動起來 要來看到是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預計要展開兩次環台之旅 繼續到各地來拉抬選情 就是希望能保住國會過半優失 先變分 動算 先變分 動算 拉著支持者一起高喊動算 民進黨台北市立委參選人謝沛芬 大打陸戰 黨內議員顏若芳 林亮君 都來到濱江市場幫忙掃接敗票 我從參選的隔天 馬上就開始站入口我的對手 只能在電視上看到他不停的在噴口水 在罵人 那選戰進入倒數的時刻 我想他也感受到選民大家對他的不滿 以及他在地方的仇恨值相當的高 謝沛芬挑戰國民黨立委王鴻 威力求翻轉傳統藍營鐵票倉 民進黨則全體總動員重選情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還打算再度啟動環台行程 環島拼圖我們是有在作業當中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自從參選後輔選列車開不停 已經環島四圈 如今選戰進入倒數一個月 賴清德預計再展開兩次環台之旅 拉台選情 而民進黨內也評估 目前立委選情樂觀 有機會保住國會過半優勢 特別是民進黨為了衝刺政黨票 舉辦搶救王一川大兵活動 在全台引起熱烈迴響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林嚴鳳 拿出AI生成的特種部隊造型 讓台北市立委參選人王世堅 笑得何不龍嘴 2024選戰將近 賴清德作為領頭羊 帶領黨內向前衝 期待延續完全執政 藉由陳追祥 教榮宣傳台北市長報導